內地加強監管互聯網貸款 包括要求互聯網平台出資比例最少三成 翻譯認為會令到螞蟻集團等的估值大減 阿里巴巴有持股的螞蟻集團 去年年底的雜換上市後 內地隨即加強互聯網金融監管 銀保監會過去週末發布通知 進一步規範銀行的互聯網貸款業務 要求獨立開展風險管理 提出三項量化指標 避免風險過份集中 首先是出資比例 銀行與互聯網平台合作的貸款 平台每中出資比例不能低過三成 其次是銀行與單一機構合作的貸款餘額 不能超過一級資本剩額的兩成半 最後是互聯網貸款餘額 不能超過銀行總貸款的一半 同時禁止異地經營 銀行不能跨注冊地的核區開展互聯網貸款 信課公司亦都納入監管範圍 明年7月中之前完成全部整改 期間要求向現有客戶繼續提供服務 避免突然中斷貸款 不增加客戶的融資成本 不降低服務質素 銀保監會表明禁止跨區經營 是考慮到近年部分地方的銀行 利用互聯網拓展業務 嚴重偏離定位 盲目無罪擴張 引來較大的風險隱憂 期望統一監管標準 避免由不同行業監管內套離 學者預計新規則會令內地互聯網貸款規模大減 螞蟻出資很少 將貸款資產證券化出售等 經營模式需要大變 可能變成更加像傳統銀行 由於互聯網貸款是螞蟻增長最快的業務 在監管和資本要求大幅收緊下 預計公司估值肯定會大減 甚至可能要尋求新的牌照 彭博早前引述消息說 當間內地銀行在新規推出之前 已經縮減或暫停 與螞蟻合作的互聯網貸款 無線電視記者黃文軒報導